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妈说了 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淋浴之间有误解也有包容 您听见什么了就乐成这样了 我明白了 我吵不过他 我拿不到 视景生活中充满着无处不在的小感动 家常李宗盛的幽默就在你与我的身边 好兆头 好兆头啊 东正 我告诉你 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 要说生男孩 那冰冰光浪都是男孩 要说生女孩 那稀里哗啦全是女孩 你看看这个 你说 你说说 我媳妇又可能跟他省个南蛙 有希望 大有希望 老子 你在哪工作你 我在去上 头头 哎呀 怪他你手画的这么又睡觉 女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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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二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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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女孩不想要啊 哎呀 大夫大夫 你弄错了吗 这怎么能弄错呢 哎呀 哎呀 真棒 你这是咋弄着你吗 真棒啊 你这真难被传下一个最最残酷的大鸡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啊 想开张 哎 哎同志 我告诉你啊 女儿好啊 真的 我就喜欢女儿 你没听人说吗 啊 这个 女儿亲 女儿好 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年老 又体贴又孝顺 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小年老 大青啊 我也不稀好 这个人家十八岁就了 哈哈 哈哈 那同志啊 你年轻圈呢 啊 可不能这种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你同志怎么了 啊 这个 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 开火车 啊 你看这个 居里夫人 啊 还有 黄道婆 那这不都是你了吗 那你同志 照样可以当领袖 当科学家 你还不想要我偷偷 那就想要我这男娃娃 哎呀 哎呀 同志啊 你先别意啊 你到底是几床 十二床吗 哎呀 我刚才问 谁是二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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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下床 漂亮 谁是二床 打的孩子都提了 哎呀 哎呀 我喜欢把我送你 对这方还没生呢 哎呀 真是的 哎呀 你要坚 你要坚持住 最后胜利是属于你的 哎呀 同志啊 你刚才起了把我送你 哎呀 这医院就睡经久此好 哎呀 行的行的 您别说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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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你怎么了同志 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童子 你要想看你吗 你刚才不是说 女儿亲女儿好 女儿子你的小眠吗 你妈长大了跟你一样 走等党令到 生了 生了 男孩 我爱你 大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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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谢谢了 来来来 大伙子 哎呀 同事啊 你算的真灵啊 对啊 我送那个拿起面送那个女的咱俩给抢好脸 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 赵丽荣表演的小品 英雄母亲的一天 讽刺了当时社会中的一种浮夸风气 您还记得那句赵丽荣老师怎么学都学不对的台词吗 要不我们再去听听 您姓赵 赵大娘 我看您来了 哎呦 来这儿来啊 还给我买东西 没关系 这儿公家的那儿 您俩是哪儿的 我是电视台的 贵姓啊 呃 姓侯 咋成了吗 呃 导演 导演 哎啊 也是导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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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不是导演 是导演 那都导啥呀 啊 导豆腐吗 豆腐 啊 不导豆腐 导什么电视片啊 新闻片啊 记录片什么的 那个呀 哎哎哎 你坐着吧 我去买豆腐去 一会儿他说话 不不 大人大人大人 您好 我们呢 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给我拍片 您儿子前几天 抓了一坏人 给人民币的大功啊 上厂子找他去吧 在卖他 不是 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 我们拍这专题片啊 是三八妇女节播的 非拍您不可 傻孩子 多大岁数了 还拍电视片 那不让人家 这把大丫头笑出来啊 您客气 您坐下 我给您说说 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构思 不是豆腐思 是构思 构思 这个 咱们那个电视片的名字呀 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不中不中 一天可不中啊 没那功夫啊 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 下午就没了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 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三头人有六块就够了 您听着啊 我给您说说 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 它是这么回事 通过您呢 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 要通过您呢 要反映出啊 咱们这个八十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 要通过您呢 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 还要通过您 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我说导演 不是这么的 不是导演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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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腐 你要是上午不买 下午就没有了 你还得快点说 我刚才 我刚才跟您说的 您都理解了呀 理解 理解了 那就行了 你说啥呢 这电视啊 它就是导演的意思 您那就甭管了 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 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啥位置 站在您的位置上 哪儿 哪儿是我的位置 您站好 别动就对了 不是 这位置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下边我来提问 我问什么 您就回答什么 大娘 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早晨起来多 你说干完了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 第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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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都能说呀 有啥说啥 第一件就是 上厕所 上厕所 不能说 你说我说了吧 我问你这 不是啥都能说吗 你说啥都能说 我说也不懂 我们您看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 到晚上 您最想干的就是 我就想躺那儿 睡着 睡着 睡着不行 您看电视了 看 电视 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都爱听唱歌啊 会唱吗 年轻的时候吧 别说我唱的还啥好的 到这儿老了 差劲啊 没关系 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改就行 咱们就排唱歌 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 昨夜行程 昨夜行程 好 好 咱俩 就是昨夜行程 好 昨夜行程正好 我说预备呢 开始啊 预备 开始 昨夜里 昨夜里行程 好 回落 好 消失在 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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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组啊 咱们下一回再拍 咱们这回呢 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 好不好 太好了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小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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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要您买豆腐去 您要买的 你买的先放下 来 拿拿拿这个 这个 还挺轻的 呗 您别看他轻上啊 这里什么都有啊 想啥有啥 哎哎想啥有啥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上 他就在家想呗 不是 他这是道具呀 他这比方说吧 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 有鸡鸭鱼肉 对虾猪肉 牛肉 羊肉粉 什么都有了 您把他轻回来 脸上高着性 您心里的想的是 我下半月咋过 您您不能想这个 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 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 我明天还买 那都得接钱 接钱 您怎么老想钱 那多少钱呢 我儿子挣多少啊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 那是拍我的一天 拍您的一天 拍我一天 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这不是我们导演 给您虚构的吗 啥 虚构 明白了 哎 就是蒙人 对了 明白了 这个虚构跟蒙人 它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 您算了算 您就从外边躲进来 咱们开始拍 哎好 我说 一杯 走 我说 往这走 找眼 走啊 管了 回头费店 你管了他 我说话 什么事 我都问你啊 我这一斤卖 哎 我嫌卖哪条腿 您习惯卖哪条腿啊 男左女右 那我就卖右腿吧 右腿 卖右腿中帮 就是右腿 好不好 就卖右腿 就是右腿 哪边是右来的 那边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就这条啊 就这条 就是右腿 您就买右腿就行 走 哎 就买右腿啊 就买他了 哎 就买他啊 一 背 开始 走 哎 哎 哎 不是 坐 不是 走 你怎么横着就进来了 我说 你说我平常吧 走的他也啥好呢 但我看见这个 他俩就走不上来了呢 你把他撂去 哎 这样 你拍吧 我使什么拍 我呢 算了算了 大娘 咱不拍这组了 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那好 下一个单元呢 姓张 我给你叫他去 不是楼下那单元 你不是说下边的单元吗 就是下一组镜头 嗯 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 您先歇会啊 我想想啊 呃 您的儿子 能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 这说明呢 平常离不开 您的教育和培养 那是 对不对 儿子是我呀 我的不是 对对对 呃 您还有第三代吗 有 小孙子 好着呢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我咋不教育他呀 教育 爹妈都蹭着呢 对 不都上一个啊 都是一个 啥子不听话 我也乖计乖计 他一管就得管 我下面啊 咱们就排这个 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只要洗劲了 嗯 都记了 您说 我这害啥 干啥 你害啥 喏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起来啦 老妖精 老妖精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 您得 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哎呀 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哎 古代故事 我给他讲那个 牛郎之女 天河配呀 哎 羊羊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小鬼扛着招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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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建民心的不能说着 封建民心不行 您得给他讲点 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啥有意义 这个有意义的 像这个 司马光发纲 那不知道 我教给您呢 好想啊 一学就会 啊 您得这么给他讲 孩子 听话 奶奶呀 给你讲故事 孩子 听话 奶奶给你讲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啊 司马光 杂钢 故事的名字叫啊 司马光 杂钢 司马光 杂钢 司马光 杂钢 还不叫是司马光 对对对对对 我一下 我一下我一下 杂钢 司马光杂钢 司马刚杂钢 司马光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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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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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 司马光 司马光杂钢 还用叫车 作者张礼层说 英雄母亲的一天 这个小品 正是瞄准赵立荣老师 耳亮身创作的 为了这个小品 赵立荣老师 也付出了很多辛苦 你别看上十分钟了 下边得用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觉得 如果干什么都算了 那个你下多大功夫 他给你多大的报酬 反正我自己 知道我自己 下功夫下班 对父母亲 教导最好的方式 就是常回到老人身边 去看看 可是离家在外 打拼的年轻人 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 才能够回家 和家人团聚 春运的返乡大潮 几乎成为了 中国特酒的 大迁徙方式 每年都有着 数以亿计的打工者 在春节期间 回家和父母过节 无论经历了 怎样漫长难耐的 返乡旅程 脚踏进家门的那一刻 心才和家人 紧紧的连赞了一起 要是不能按时回家 那种心情 估计就和下面的 这位主人公一样了 李老 回家 回家 把两千块钱拿来 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对 你听我说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比新活 一会就来 按时辆新车 上光开了 怎么的 一辆圈一百 十辆圈两千 按时辆圈两千 快吧 哎呀太好了 挣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太好了 哎呦 那又误了火车 那反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你真笨 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重呼我爹 号码 零四五七五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通了 呼多少 一一九 一 你爹够火的 你爹 哎 哎 请呼一一九 回电 零一零 九零 叭叭叭叭叭 这号码够牛的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五天涯海角 任我呼 快不 你爹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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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没粉呢 你这是德国铁车笨子 一动电话你得一动着接啊 我来我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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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有了有了 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你爹像鸟叫 你快点别让他翻译了 你快点 爹 啊 爹 爹 啊 爹 哎 哎 我就爹你总答应啥呀 我这跟你使劲呢 爹 爹 哎 必须进口辣 哎哟 有有有 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你说啥呢咱哪有进口辣呀 先把它勾住 完了上街去买一下 人都不在大声 喂有啊 啊 什么 我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哎呀啥姐没卖我辣 我上回拿了一张汽车报纸呢 胡强了 快找 啊 哎 我们这辣太多 让我这重手帮你查验一下 啊 退了老公 咋了 可能让我红房顶了 你站起身来你往上看了 往上看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我给你小梯子去 回来 啊 坐着 坐 洗一下行吗 哎呀你客气啥 洗 媳妇一着急 丈夫就成驴 哎呀 啊 这小包内容够热闹的 哎呀你别管太热闹 你快找了 啊 哎呀 明人出书一塌糊涂 哎呀不是那家 那你往前走 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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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龙绵羊 没爹没娘 对 对 又错了 那你往后走 我往后走 往后走 哎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看 黑虫错诶 行不行啊 你累 啥小子你 你在这儿啊 颓挡在你身上 你走哪儿 我念哪儿 这叫 骑驴看畅满 走着瞧 呵呵inned 啊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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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efecto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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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rov 你说话那么不安定呢 你自己騎的啥 自己不清楚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oftentimes 我打过年了把足球还整出来了 这不给他骗毒吗 这一年看完甲壁看甲 最可气的世界杯 天天寒着能出现 到后来狗带嚼子瞎唬雷 老公 找到了 喂喂喂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各种车辣 各种车辣 具体品牌 具体品牌 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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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他说 喂喂喂喂 喂 喂喂 什么 不在我们这儿查了 我这就买的 喂喂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的 我马上上街买的 你跟 两千块钱 你还瞅着到手的生意 让你给奖黄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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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发能大伙个矮呀 黄了拉倒 咱这就回家 回家 把两千块钱拿来 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来 不是 你听我说 现在擦一辆车 是平时三倍的价钱 哦 你想他过年要不回家了 这能挣多少钱呢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 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 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说咋呢 不是我这给你打个比 我爹是村郎你知道不 我知道 我爹就这觉悟 瞧一提钱你那个鸭翻您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说翻脸就翻脸 像你们这干子子弟都被毛病 来 呼你爹 呼你爹 呼字不好听 大过年都呼地瓜 呼土豆 哪能呼你爹呢 全呼你爹 行啊 跟你商量点事 万一爹话呼通了 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 咱晚回去几天 挣完两千块钱 回头就回家 晚回去可以 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说 电话拨通之后 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 我给你爹磕头 爹 爹 爹可以跟亲户 爹整个大哥大 给谁都叫爹 你放心 问不清我绝不叫 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儿吗 喂 说话 你终于来电话了 爹啊 爹 你听听 是爹吗 真是爹 真是爹 快点别磕头 你这人来咋磕呀 你说他 你对着电话磕呀 你这磕着也看不着 这么白磕了吗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听声好吧 你给我 你给我 喂 爹呀 我们给你磕头了 爹呀 你听见没有 爹呀 这头磕点 棒棒的 爹呀 你这是给我磕头 还是打我爹呢 我这算个气氛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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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鸡肖话 鸡肖话我会说 爹呀 过年好啊 爹呀 千万要吃饱啊 爹呀 做你老长寿啊 爹呀 过年多吃肉啊 爹呀 我们给您磕头了 爹呀 吃饺子要煮熟了 你咋 你咋就是要吃呢 你不说要说鸡肖话吗 趁爹高兴 赶紧提补回家的事 对对对 接着来 接着来 爹呀 我们不会家过年了 爹呀 我们在外面挣钱了 爹呀 您老千万别干过呀 爹呀 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爹呀 我们不是不想家呀 爹呀 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 爹呀 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 接话管 你让爹听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不是 两千块钱我心便宜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 是吗 我心买了大个大汽车在开辣 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 我不是成心 我 媳妇儿 你别这样 你骂两句 你打老虾也行 要不然你哭出来 你得出点声啊 此处无声 生有声 我错了 你花这么多钱买啥干啥呀 这不要回家了吗 我心难得他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有这来就能长脸呢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 在咱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 不就是为了多挣两钱让人高看一眼吗 咱人活着不就是拖个面子吗 你说啥呢 人活着就拖个面子 老公啊 咱的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咱回家过年 拖的是团圆 咱要那是虚弄干啥呀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拉倒吧 既然买了退着干啥呀 那哪扔啊 咱就拿这盘当年货送给咱爹 王后爹要想咱了 就给咱拨个电话 太好了 回家 回家 你这事啊